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西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介绍 两个母体变异数比的一个信赖区间 这个题目是信赖区间的问题 是中山大学资管的考题 那么题目的内容我们看一下 他这是考虑的是 成人的男性跟女性的一个 身高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男性的 N是15 X bar是173公分 标准差 5公分 这个是女性 她是12个人 然后她平均身高 162 她的标准差 6公分 那么她要我们做什么呢 95%的 confidence interval 4 这个 这是母体变异数的 比的 这个confidence interval 那么ABCD 我们要选哪一个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先计算一下 那么我们要了解是 这个 confidence interval 这个是变异数的比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F分配是有关系的 我们写一下 这个F分配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它是 S1的平方 除以S1的平方 S2平方 除以S2的平方 那么其实 我们的话呢 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S1平方 S2的平方 这边的话 我们把它写成 乘上去除下来 S2的平方 S1的平方 那么它是一个 怎样的 它是 N1减1自由度 N2减1自由度的 一个F分配 那它的这个信赖区间 我们也可以解释一下 它只有 正的部分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 把它写出来 这个是 右边的是直接查表的 是二分之α 就是N1减1 N2减1 这边的话呢 左边这边的话呢 算过来 这边是 1减掉二分之α 这是 N1减1 N2减1 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 我们不能直接查表 我们要利用的是 自由度的兑换 分之一 来去计算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是 F分配的一个性值 95%的意思就是 左右 各 2.5%了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 减算出来 这是几率 好 我写出来 几率 这两遍 1减掉二分之α 这是 N1减1 N2减1 这个的话来说 这个F值 是小于等于 我们这边的 算出来的值 这是 S1的平方 S2的平方 Sigma2的平方 Sigma1的平方 小于等于 F二分之α 这边是 N1减1 N2减1 这个的几率 是等于 1减α 这个就是我们 叫做 信赖区间的 一个写法 那么我们要了解 它的源头 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源头 那我们夹在这两者之间的几率 是 1减掉α 好 重点来了 重点是 今天我们要的是 Sigma1 这边要颠倒 这边的话呢 是颠倒 X是1的 这是2的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颠倒了以后 那这边 当然这边也要跟着颠倒了 好 那我们就写出来 这边颠倒了以后 这边是 两边颠倒了以后 再乘过去 这边是 S1的平方 S2的平方 乘上 这边要颠倒过来 F二分之α 这是N1减1 N2减1 这边是 这边是Sigma1的平方 Sigma2的平方 我们就可以算出 它的新来区间了 这边是S1的平方 S2的平方 这边也要分之一 因为它这边 是从这边颠倒过来的 这边是 1减掉二分之α 这边就比较差一点了 好 我们写到这边来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 套进去 事实上像这样的题目 我们都用这样的来套 本题来说的话 是S1的平方是多少 S1的平方是 5的平方25 S2的平方是36 这是0.025 0.025 来我们找一下 这边有0.025 N1是几 N1是14 11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就 F0.025 14 11 这边数字有了 3.36分之一 小于等于 S1的平方 S2的平方 小于等于 同学看 这是什么 这是 也一样 25 36 这边要小心 1减二分之α 我们把它颠倒一下 这边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边的话呢 就不要再需分之一了 我们就不再分之一 我们就直接就写正的 我们就写在 写在分子上面 直接就是 F二分之α 这边就颠倒一下 N2减1 E 14 那么这个值有没有呢 有 这边值的话呢 是有的 3.09 我们把它套进去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 什么结果 它的 这就是我们的信赖区间 这个信赖区间 我们写成区间的符号 0.20667 右边这部分是 2.1458 那么我们算出来这个以后 我们看看答案 有没有答案 0.2067 在这边 3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是 它的 Pulled Variance 多少 那这个很简单了 这个其实就是直接 就是算它的加权就可以了 它的加权 的变异数 是怎么算的呢 这边的话呢 总共来说 它的 自由度 前面是14 后面是 11 这边是14 乘上 这是多少 25 再加上 后面这个 11 乘上 它的S的平方 36 我们算一下 这边底下 是25 上面是 350 再加上 396 这个大概多少 大概是29.84 那就是算出来 答案是A 所以这个题目 答案是A 就要产生费 产生费 的 迈